大家好,歡迎來到港京佬這個頻道 成立這個頻道的目的,最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波經和馬經 如果你覺得我們的內容幫到手,又或者喜歡賽馬,喜歡看球的朋友 記得按訂閱我們這個頻道,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就確保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資訊 多謝大家 大家好,今個星期是跑星期六的賽事 文說星期六都必爆冷的 跟大家分析一下各場賽事,深水精華賽事 因為星期日有轉播賽事,時間緊絕,跟大家聊一聊 想跟大家聊一聊第一場賽事,四班一千米,從A加三跑難,開跑時間一點靜 這場多點新馬,想花點時間跟大家聊一聊 一號馬曼妮飛至,蘇惠賢馬房,蔡明少騎 五檔133磅 這隻馬已經跑過好幾次了,今季已經 看上去,這隻馬好像還沒好得 今季跑兩次 10月1號國慶出來跑,一場沙田直路一千 最後跟前少少走,最後都是拿第五回來 你看回那組對手,其實那組對手看上去不弱,頭馬是緊張大事 二馬是街景福星,第三名是自省財星 然後專長的就是這隻萬里飛至 我不是說這組水準不好 但其實那場是有點意外挨困的,當家精神被人搜一搜 幾隻馬有些意外撞到一堆,這隻萬里飛至 就被他飛至了第五名 三班下了四班,今場檔位都是偏差一點 我覺得初落班的馬,這隻都可以留意一下 不排除一落班,就會跑得近的馬 二號馬龍騰飛翔,葉楚龍馬,防兩加進,四檔129磅 龍騰飛翔很積極的,他試了兩貨集再來跑 一場九月二十號,重化的800米 那場就贏了回來,重化水準低,經常都這樣說 但你看那場有錢多多,錢多多補出黎潤頓就贏了 所以我覺得這一組龍騰飛翔也要留意一下 然後再說沙田,又試了貨集,10月5號 都是贏了貨集回來的 那組龍騰飛翔有些低班的馬,即是風雷電,亞洲力量 但其實你也不乏有一隻側身的馬 什麼當王猴王,善露輝華等等 你也可以說他水準不高的 但其實那組龍騰飛翔跑到一半,他已經透出了 看上去走勢都吸引的,我覺得這隻馬是值得要跟進的 因為今季雖然說初出,但上季兩次兩次都很接近 那直路似是他會跑的賽事 如果步速快一點的情況下,不排除他可以追近一隻 三號馬八卦,賀爾馬火無險冬騎的十二檔 128磅 這隻八卦上場表現有選擇他的失望一點 跑了一次田草兩泥 最近那次都是跑了一場田泥,千二就近了跑第三隻 跟前一點走 那這隻馬跑沙田一千是要猜猜猜的狀態 因為這隻馬是有跑過田草一千的 但是都沒有什麼成績交到給你看 是一些很準性的馬 這些你最多都是四重彩邊線 連贏位置Q,這些比較難兼顧度 看他那一場跑完泥地其實都很心亡 我這場都未必能選到他 都是那一句四重彩 最多就拖著邊線一點 四號馬的粵進之己 遙本輝馬防火炸騎六檔1,27磅 這隻是初出馬來的 試了三貨集 10月5號班得禮的第一貨 沙田一千的集 這隻馬跑過第三回 他後想跑上來跑過第三 追世都很吸引 再講一講 10月19號那貨集 都是田草一千的集 都是班得禮騎 那貨也是跑過第三回 你看那些跑法落腳 都不像初出的馬 都OK的 11月5號就拖著他去試貨1050的禮集 那貨是何澤妖師的 那貨集 你看那些對手 不像是福日 陸恩神區 還有一隻以戰得勝 精彩用士 那其實這隻馬 他都...怎麼說呢 他那個泥集好像有點不同了 他等梯前走 那... 最後就散了回來 那... 跟前兩個集有點不同 那這次呢 跑... 填了一千 我對他都... 有一點點寄望 因為我覺得這隻馬呢 應該是... 就是... 我自己覺得他應該不是跑這麼短的馬來的 那... 直路行不行呢 就真的要看這次 因為我覺得他跑轉彎 好像會好一點的 那... 你看... 他跟庫系馬 神進馬車剛剛谷草 都要有些交代啦 浮近拍過第三 那... 預期跑法呢 都應該是留後 追會比較好一點 那如果呢 前面部速呢 可以快一點點的話呢 那... 都...都... 都... 都要...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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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火轉呢 是兩貨的 那... 那... 就等前走啦 那... 那... 放到底的 不錯的表現啦 然後再試的那貨呢 都是麗雜來的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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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騎下去有的,托近有個第四回來的 那這隻火傳呢,你看回它 副系是那隻BATTLE PING 同副系有隻生生法法在那裡 那你看起來這隻馬一次跑泥地會不會好些呢? 就是我自己覺得 那... 都是我覺得跑千二會比一千的賽事 那這場應該是這麼巧 所以有這麼多馬都出來報 就是分得對 就是這樣的馬 那...自購新馬 那出來跑四八千要試一下水溫 那我自己覺得這隻火傳呢 那兩回合表現好都在泥閘道呢 那是不是會跑泥 會出色一點呢? 我自己就這樣看了 六號馬玉樹林峰 隨雨石馬防腐明規騎十三檔 都是一百二十七磅的 那這隻馬呢,就三貨閘 那第一貨田太安 十月五號的沙田八百米閘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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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還沒有很懂得追馬 真的很生,所以這場就兼顧不到 12號買街尊三 霍利時馬防 霍雲星騎10檔125磅 這隻街尊三跑一千 我覺得會不會是減分居多呢 因為我覺得這隻馬跑長一點好像好一點 轉彎路程千二千四好一點 還是會不會過去跑泥地的出路會好一點 因為你看過來跑草 真的沒什麼好過這隻街尊三 那還是一些未得的馬 這些真的難選到 不如駁一下質身馬好分一點 雖然這隻預期都會好分一點 但我覺得這些馬真的偏難一點 13號馬高高 苗麗德馬防田坦8檔124磅 高高跑了兩次 兩次都很失望一點 不過轉彎路程來的 那你看回這隻馬 應該是會跑一千的馬 直路應該難過不到 轉彎不行 不如試試直路吧 試了四貨集的 11月3號 應該是有些事的 那隻馬 然後就沒有跑 透了很久 那這隻九一復出 現在初出的 即是上次跑已經是10月18號的試了 那都差不多隔了一年了 這隻馬 那好啦 講完11月3號 即是上年那貨集 9月7日試了貨的 潘明輝沙田黎地1050集 那那貨集呢 嗯 打下去都有點反應 但是 都還不太行 然後找莫萊拉再試 9月28 又是例集 那又是出閘 又是慢了的 騎落一點 又是沒有東西看的 然後到10月22了 那想著跑之前再做一下功夫 那那貨就跑了第四 那終於合格回的 那這些馬呢 出閘有些問題呢 那我覺得難兼顧到一點 那十四號馬 財萊有方 丁冠濤馬防漲明輪騎 11檔加87磅 那財萊有方呢 跑了四次的 這隻馬 上季三次 今過一次 那騎下去呢 都還是沒有東西看的 都是 雙位數字的 那些表現全部都是 那這些就難點選到他 會不會下班才想啊 雖然丁冠濤這陣子很黃 但我覺得這場都難發揮一點 那所以這隻是不考慮的 那這場馬呢 減馬發為闊的 一號馬萬里飛智 二號馬龍騰飛翔 三號馬八卦 接著選下去 側身馬說一說 四號馬那隻 躍進之己 都邊線的 五號馬火鑽 六號馬玉樹林峰 然後 九號馬的草上飛 然後十號馬的龍寶寶 接著邊線點 休息了那麼久 不如試試十三號的高高 雖然你說出閘的問題 但我覺得四重彩 都是要兼顧著的馬來的 那選了這幾隻範圍馬 那不如跟大家聊一聊 我的心水提供是什麼 那我要回二號馬龍神飛翔 先走 因為那些閘都開始見到 是有些東西看的 而且一路有表現的腳影的馬 那我覺得這隻馬要回住了 接著我選了九號馬草上飛 因為那個閘的表現不錯 人馬應該是隔的 所以我跟騎斯、蓮馬斯都開始有些交修的馬 那試了貨泥雜差一點 兩貨草地雜都不頑 那要回到草上飛 那現在手執了二九 那二九選了 那我應該都是在質身馬裡面找的 那排序 最好想要火鑽先 還是要月進之幾 那不如就要月進之幾 二九四 因為那些雜都試得不錯 加多貨泥雜就看來差一點 那第四選就給了一個機會給火鑽 其實最主要是因為他試過兩貨 都是禮雜禮的 那可能對他有些傳異 那現在選了二九四五 那最後一個機會給了十號龍寶寶 因為這隻馬你看到他在力穀 那雖然這次抽了一檔差一點 但是我覺得 都有些邊線的機會 可以追到PACE的 三三四四的馬 那這場的提供就是二九四五十 這場是這場的提供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這條影片的內容 可以按一下訂閱這個鈴鐺 然後可以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你就可以最快最新的收到我們的資訊 如果你有什麼想和我們交流 即管在下面留言 我們見到就會立即回覆你了 多謝大家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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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